好久不见了,抱歉,脱缸了几天,希望大家没有把我忘记哦 基于马来西亚国内新冠疫情愈发严重了 2021年1月11日首相再次宣布了行动管制令MCU 2.0 本来阿伦元计划的出行呢,也被打断了 不过刚好,农历新年临近,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呢 我们呢,可以筹备一下年货了 那么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中国北方人在吉隆坡是如何置办年货 还有,就是如何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热带国家制作中国北方年货的美食,蜡肠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在吉隆坡,有着很多专门售卖中国商品的小型超市或商店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其中一间看看有哪些节日气氛的年货可以买到 那么,Let's go! 是马来西亚三大族裔中,人数排名第二大的族裔 在大马,华人的新年文化传统被非常完整地保留下来 所以,农历新年这个对于华人来说最重要的节日 大年初一和大年初二这两天是马来西亚法定的公共假期 虽然没有中国放假的时间那么久,但是一点也不影响过年的气氛和热闹程度 而且,这段期间,华人的企业会给华人员工额外放假或者是优先休年假的 初七元日和初九拜天宫更是热闹非常 最近几年,中国已经不允许放鞭炮了 但是,马来西亚还是可以的 如果想过一个夏天的春节,欢迎你们来马来西亚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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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吃货哦 比如说这个切肉的机器 还有等下要用到的长衣和香肠的调料 在马来西亚呢还是买不到的 这些呢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在后续推出一期节目 专门介绍如何从淘宝 购买商品 并且运输到大马 因为有些商品呢 比如说食品 是不支持淘宝官方的物流 或者快递跨境运输的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艾伦会重点介绍哦 小朋友灌香肠这件事情呢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小朋友自告奋勇呢 加入到这个阵营中来 然后跟我们一起完成 对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呢 也是一种提高 同时呢 一家人在一起做事情 其乐融融 很好的亲子时光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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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了 OK了 3,2,1 要没了 2,1,2,1,2,2,2,1… citizen 遮斜 我就要揉ού知鹲 網紅 材料 卡朗 chet 钱 貝 包 SS 黢 圆拐 整個帽 可以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